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都在一起那么久了 我觉得他就是太多疑了 不够信任我 他总是话只对我说一半 永远不能够坦诚 现在我只能去猜测 他在想什么 我想因为爱情 放弃自己喜欢的事情 既然我们两个人 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了 就应该学会相互迁就 但是我感觉 一直是我在让步 他不了解我的事业 难道我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有错吗 他不肯妥协让步 我真的不知道 我该怎么和他走下去的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孙先生28岁来自吉林自由职业 有请孙先生有请 余女士33岁来自吉林自由职业 有请余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是您要来的 是吧 对 是的 跟大家说说什么原因 通过朋友之间介绍 我俩认识的 他相处了一段时间 感觉挺好的 然后我俩就在一起了 有一天他下班给我打电话 说他要跟同事出于聚会 我也没多想 我说去就去吧 然后自己在家吃完饭 在那看电视 突然之间来了个陌生电话 我先骚扰电话吧 不一会又打过来了 那就是有事呗 然后就接了 接电话没等我直升 那都是个男的 就跟我说他喜欢他 让我以后离他远一点 刚要说我说你是谁呀 我还没等说那边就电话就挂了 然后电话打过去呢 也没接 然后我说问问他吧 是咋回事啊 给他打他也没接 不是 我都跟你解释过恩便了 主持人这事是这么回事啊 我们就是有一群小伙伴 然后一起就是在创业阶段 就是在一起 共同拍摄一点那个小视频 那天就是我们工作特别晚了 到五六点钟的时候 然后大家说今天那个比较顺利 去一下吧 聊聊工作什么的 然后吃完饭之后 大家真的聊得就特别的投缘 然后呢 就是有的人就说那个 哎呀 别光吃饭了 那个吃完饭咱们去玩一会儿吧 然后我们就去KTV了 到KTV的时候 他们就唱唱歌啊 玩玩游戏什么的 玩玩就玩输了 玩输了说那个 如果你这次这个玩什么 要输了的话 必须做出一个惩罚 然后我说那愿赌服输吧 我也没有办法 然后他说那个 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吧 我也没想到说 对方给他打电话 能是那个口气 说出那样的话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真心话 大冒险的一个游戏 然后就给打过去了 他就一直就这事不放着 不是 那你不对啊 你这打完之后 不就马上应该回电话 应该说了吗 说哎呀 这是我跟朋友之间 一个玩的游戏 为什么你不接电话呢 那时候在那个KTV的时候 那个音乐声特别大 然后一直也没有听到 一直到结束了很晚 他看到了 然后一想到那么晚了 他应该也睡了 然后就没回 这事我也没在意 在意一个他 对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我咋对你不像以前那么好了呀 就是前段时间 头半个月我就告诉他了 我说马上哪天哪天过生日 不就是赶上那个时候 我工作忙吗 你看早上 早上五点多 我就得从家走 然后一直加班 加半夜十一点 甚至有的时候 十二点多我才能回家 当时就一时忙忘了嘛 你这都怪我不给你买礼物 你说你现在 你都啥状态呀 你啥样啊 现在你的花销 你感觉小吗 你现在你买衣服 你想一想 你那两只手能数过来 你每个月买的衣服 有多少件吗 女孩买点衣服怎么了 你买你倒是穿啊 你买呀 不是他花你钱了吗 这个不是说 现在花不花我钱的事 就是说 在他现在的表现 对我来讲 他花你的钱了吗 没有 一个女人自己挣钱 给自己买衣服 招谁惹谁了 无论说是花谁的钱 就是钱不应该那么花 就是以后是说 我俩涉意到以后的生活 还涉意到以后过日子 知道吗 现在就是说这些 那些衣服 就是说没有 在掉牌的衣服 就在衣柜里边挂着 就感觉买到家 我不喜欢了 挂到柜子里边 人家瞅都不瞅 连看都不看 那衣服买了多长 你就想起来 不就拿出来穿了吗 再说了 我认为就这个年纪 多两件衣服怎么了 再一个 刚才主持人不也说了吗 我买衣服 不由我是自己赚钱买的 别说你赚了点钱了 够不够搭上你的呀 你说你现在 刚现在这个工作 我给你买这些设备 买这些音响啥的 在家你那 整那个啥术语 我也不懂 往里添钱 你说我添多少钱了 他做什么呀 他就是拍那种什么短视频 网络视频啥的 他现在这个工作 就像一个无底洞 怎么填也填不满 就是说现在我每个 每个月的工资 几乎都快不够 工她这份工作了 因为创业阶段前期 然后你还跟我提 你挣的那点钱 那你不也让你妈给我找工作了吗 是我妈给你找工作 那不也挺好的吗 上工厂 完之后转正了 然后我就不想跟着 你说你干不到两个月 连生日都没有 连和我妈说都没说 自己走了 最起码的尊重 这个工作 是我妈托人给你找的 这家我妈的朋友 怎么看我妈呀 找的是啥人呢 不是 主持人我跟你说 就是我长这么大 我没有打过工 我也没有出过利用 我一直都说 做一些网络这些东西来赚钱 然后就他 他母亲跟我找的那个工作 我确实有点不适应 但是为了顾及面子 我在那坚持了两个月 你知道那两个月 我是怎么生活过来的吗 我每天早晨 我要五点钟起床 然后我是从到单位 一直就站到晚上下班 说好晚上八点下班 但是我上班那两个月 几乎都是晚上十点下班 我晚上就是到家的时候 甚至我就睡两三个小时的觉 就是那两个月 我几乎都是这么过来的 那工作我太累太累了 你还是人家不都在那干的吗 那工厂不是就光你自己在那干活 那好几十人 甚至好几百人 你都在那干的 是啊 因为可能人家都从事过其他的职业 可能来到这个里边 并不感觉有多辛苦 但是我从小到大 什么都没有干过 所以说 我在这就感觉有点吃不消 你过去三十几年 你都干过一些什么呀 我开过服装店 我也开过美容院 但都不是出力的活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呀 还做短视频拍的 就是从我妈给她介绍的工作 走了之后 她之前以前也是拍短视频嘛 然后这不是说 我认为这个是个无底洞 然后我就不想要 就不往里添钱嘛 不等挣呢 钱都打理 到最后咋回事 咱还不知道呢 慢慢不就挣钱了吗 创业一刚开始 哪有一刚开始就赚钱的呀 无人无息你就跑 你自己就走 又回那去干去了 那回那干就啥不好 时间自由了 那时间自由了 啥都自由了 到那块主持人你说 跟他们那帮同事出去说 聚会 吃饭 又唱歌歌的 你说你去工作了 你还是去玩去了 我不是去工作去玩去 有的时候能赶到那的 就是大家在一起 那就一起出去吃个饭吧 那不挺正常的事吗 不是 吃饭是正常啊 不是 你要去工作 应该有工资啊 为什么你还要出钱呢 因为我们是集体的嘛 然后艺人拿出一部分 然后先去 前期自己再做这些 然后如果 一点点好起来的话 就会有 有很多人去找我们 现在目前来说 是有收入了 然后就因为 他不相信我有点 不是说我不相信 你说吃饭 出去玩喝酒都可以 为什么你要跟一男的 单独出去看电影 这是为啥呀 我是不好意思拒绝 人家就是对我比较尊重 也没有说 有暧昧呀 或者说让我有什么感觉 不得劲啥 那就看就看呗 反正送个道 看了 看了 看完也行 看完就走呗 各走各地呗 送你回家干啥呀 你自己找不着家 自己还是路上没有车呀 不是 人家就是好心 觉得说 一脚油门的事 你说这么晚了 送你一下 我一想吧 就是大家那个关系 都维护得好一点 没必要说 把事情一定要做得很僵 你一定要学会说 委婉一点 他说为啥没找别的女孩 看电影 啥意思你不知道吗 那就证明他喜欢你呗 他喜欢我 我不喜欢他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可以做到 就是说 我能拒绝他 再一个 人家也没跟我明说什么 人家就是说 看了电影 也没有说什么 过多的肢体 什么接触什么的 我感觉 这一切 只要我这个人 做的正 行的正 人家也不会轻易地 不尊重你 我就是这么想的 再一个你上台 你巴不我半天 这家全都是我的部队呗 啥事我行 他给你留点面子 我想在前段时间的时候 有一天他休班 然后说那个 咱俩出去溜达玩去吧 然后我俩就在车里边 研究 去哪儿玩呢 挺开心的 然后没过一会儿 一个陌生电话进来 他在瞅半天 我说你接 谁呀 他说那个 也许少点电话吧 我说你接 接完之后呢 是一个女朋友 就是那个女朋友 是以前的一个朋友 什么女朋友 就是之前的一个普通朋友 我俩都已经很长时间 不联系了 那根本就不是 普通朋友说话的语气 完就说那个 你在哪儿呢 怎么地的 完了反正嘘寒问暖 再说人家也没说啥 就是打了一个电话 你瞧你当时的表情 从来没看你那么开心 跟我俩都没有过 但是我俩说啥了 我俩不也没说啥吗 那天那女生咋说的呀 咋说的就问我干啥呢 问我在哪儿呢 问我干啥呢 我说跟我对象在一起呢 然后呢紧接着她 不就说了吗 那女生说 哎呀我咋不知道 你出对象了呢 然后说话就是 尖酸刻薄的 那个啊 那你对象说话呗 怎么怎么地 完他可能不知什么 然后我白手了 然后那一次 我说女朋友 别以后见面啥太尴尬 然后我就吾着声了 然后那女孩 那家哆哆逼人的 咋的你女朋友是哑巴呀 就那么说的 那就一句玩笑话嘛 你们家玩笑是那么开的呀 那一点都不懂得尊重人吗 就因为这事 我就给他骂了 吵了 把谁骂了 给那女的呀 哈哈哈哈 我说你有这么说话 你们一点素质没有 但是我也不是骂他 我是教训教训的 行 因为本身我就不会骂人 就因为这个事吵架了是吧 对就因为这个事吵架了 不是因为这个事吵架 就是跟他之前跟他看电影 那个男的嘛 你说这些电影也看了 过后然后就频繁地送他礼物 送他花啥的 你说你为啥要接受 你也不喜欢人 你也有 已经有对男朋友了 你为啥要接受人的礼物呢 你说他送来了 我能给他皮眼出去呀 再说 不要你让他摆道上 你就摆那杠子 我不要 就告他就完了呗 我就觉得大家在一起工作 低头不见抬头见 啊收礼物就呢 他怎么没送别人礼物呢 最后我俩是不是不联系了 是不是都没有礼物了 咋你这事没完啦 是不是不联系了 跟我也不联系了 不是 你就突然走了 那天主持人我跟你说 那天晚上就用送花的事 你说我误会不应该吗 然后回家了 就跟我俩抄起来了 说我就这么说的 啊我送人礼物的 那他送我咋地 我就不好意思 我就那意思慢慢的 我会跟他说 然后就因为抄两句 就是大晚上拿行李走了人家 走哪了我也不知道 歇着活了 然后就 那 就完一开始吧 走的时候吧 我俩 还有联系 就是发微信啊 打电话啊 还有联系 慢慢的 我俩一点联系都没有 那不忙吗 有的时候白天 有的时候叫都不够睡呢 你说你有的时候发信息了 我看着了 这头干活呢 然后我能跟人家说 我说你等一会儿 我先回我男朋友信息 也把钱撂那 谁让你干活都回来 你一天没有吃饭的时间呢 你没有上卫生间的时间呢 我就觉得吧 咱俩那事弄得挺僵的 就互相冷静冷静 是不是 别人就是一联系 就在电话里边 咱还说不明白 听懂了 听懂了 本身就是意义 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分手啊 你绕呼那么久干吗呀 你们俩不是一路人 你有你的梦想 你有你的野心 他只想要一个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媳妇 其实怎么说呢 我这次因为走 是因为跟他赌气走 您到底做什么工作呀 您是做这个主播呀 还是做这个执行人啊 您是做什么的呀 想往主播这方面发展 但是现在在那个 就跟那个公司签约了嘛 然后现在是拍那个 一些段子什么的 然后养一些粉丝 然后自己本身 也可以唱唱歌 跳跳舞 然后就这样子 那您就 您未来就要去做主播了 就放过这些小伙子 不就完了嘛 再说也没那么忙对吧 你现在还没开始播呢吧 没有 对呀 你拍段子 你随时有时间 给他打电话呀 给他那个什么 因为我是天为啥呢 就是觉得 你就是不喜欢了 他不相信 不是啊 哎呀 相不相 正常也不会相信你 你成年人 三十多岁比他还大 你不知道那人 请你看电影什么意思啊 你不知道 他给你送花什么意思啊 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 就你傻乐乐的知道吧 下一步一上颜值主播 那直播间里 就各种大哥就来了 那你不得气死啊 这次走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不相信我 我就想告诉他 如果你再不相信我的话 我真的就不回来了 没法相信你 莎娜 突然一个女人 给你打电话说 你是莎娜吗 你老公 我喜欢 她是我男朋友 赶紧临走 赶紧临走 你老公回来说 哎 你老公回来说 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呢 你信吗 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 对 这就是 这就是 这就是原则和底线的问题 可是我们之间真的没有 我没说您有什么 我是说他有权利去怀疑 您自从拍了短视频之后 男生觉得您更物质了 对吧 我听出来了 您更爱比较了 这是我们听出来 您跟陌生 他认为陌生的男性 去看电影了 您还接受了他的礼物 你一系列的事件 怎么可能不让一个男生 怀疑你呢 除非他不爱你 听听老师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本卷 小伙子 这个其实 大家都看得见 你现在已经由半年前的正牌 转为备胎了 说实在话 在这段感情里面 你再往下走 就是个备胎 因为他面对很多的 新的选择的机会 可能目前他在行为上面 没有背叛过你 没有背叛 对吧 我承认 你现在已经签约公司了 从事的方向是 这个娱乐才艺主播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娱乐才艺主播 他的收入来源是什么 打赏 对 这里面会面临着 非常多的诱惑 我们都知道 我们不去说这个东西 所以你能不能接受 那个尺度 比你现在接受的 什么一束花 一个电影票 一句玩笑话 那满屏的我喜欢你 你能不能说得了 第二就是 你们走的是两条路 你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人家是要成名立万的 我根本都没有那些想法 对吧 其实 这些你心里应该都清楚 对吧 这只是硬币的两面 我们把另外一面翻过来看一下 对不对 而且我们给的只是建议 是不是走到那一步 你们自己去做决定 来别脑拿张凳子吧 坐下来吧 让他顶一下 坐坐坐坐坐 你可能没有这个意识 好 就你的出发点 我刚才说了 你在你的行为上面 没有过这样的举动 对吧 我就是想着 本身我就是一个信任 我不想跟任何人疏敌 我也没有想过离开他 我告诉你 是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两个人完全在走 两个方向的爱 会越走越来 原来我也不会说去外地 以后我俩在一起结婚 我也可以跟他在 但你走这条路 他很难接受的 你相信我 叶老师 女生 也许你有很多东西不自知 但是确实你和他 就在人生的不同的轨迹上 越走越远 这是现实 你可能觉得 我喜欢漂亮的衣服 我去和更擅长 做短视频的人 吃饭 看电影 接受他的话 我没有多想 但是别人会想 你男朋友也会想 但我更想说的是 你的男朋友 就你刚才哭成那样 无动于衷 无动于衷 瞟都不瞟你一眼 我觉得即便你不喜欢 现在的他 即便他和异性相处 边界不清 你心里很是生气 但这也是跟你好了 很长时间的一个女孩 我觉得我们在选择恋爱对象 这个时候可以一时激情 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但是在日后情感的经营当中 那是要用心 用智慧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 你愿意走你的独木桥 你愿意走你的什么阳长道 各走各的呀 彼此祝福不要伤害 男生去踏踏实实 找一个适合自己过日子的人 女生也脚踏实地一点 不管你从事哪个行业 技术在手里 才能走天下 希望你们都能够 走在自己的正道上 收获属于自己真正的幸福 谢谢 我知道啊 女生现在比较委屈 那意思说我没有这样 就我主观故意 我不是要讨好大哥 不是要什么的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 大家会在这一点上 再跟您说吗 我没有那个意识 对 其实就是这问题 来 薄红兄 你没有这个意思 也没有这样的主观故意 但事实就是事实 它就摆在你的面前 33岁的女生 当然也有权利去追求梦想 去拓展自己的未来 但问题是 你是有一个已经明确关系的男友 在这个时候 两个字很重要 那就是责任 你对自己有责任 对她也有责任 作为一个女生 你当然又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 和职业的方向 我不认同说 嫁给一个人 就是嫁给一种生活方式 但至少你要融入她的生活方式 你要正视她的生活方式 她很朴素 也很坦诚 更踏实 我就是想好好过好小日子 那就是好日子 她对你没有多少奢望 但希望你 能和她一起温馨的温暖的 一起过日子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啊 我此刻送你一句话 这样的女生你消费不起 这样的女生你消化不了 你明白的吧 我其他就不多说了 好 谢伯红兄 珊娜老师 33岁的女人 我不相信你所有东西都不知道 刚才赵传老师问我说 假设你们玩游戏那个情境 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告诉你 这不是一个有伴侣 应该参加的游戏环节 你懂吗 真心话大冒险 是给小孩玩的 是给那些没有男朋友 女朋友的人玩的 你有自己的男朋友 让别人打这个电话 相当于是不尊重你男朋友 这样的一个行为 你忍受得了吗 事后还丝毫解释都没有 你告诉我 这就是个游戏吗 我不觉得这是个游戏 我觉得你交游有问题 第二 有一句话叫 圣人论计不论心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只看这个人做了什么 我们看不到他想了什么 你说我没有 我不是这么想的 谁能知道 但是你做的样样 健健庄庄 都是这样的行为 我可以相信你说 我不懂拒绝 好 你不懂拒绝 就是在给别人机会 最后 我就送你一句话 平静地说给你听 女孩子要有非常强的 边界意识和分寸感 如果这两样都丧失的话 你的人生会非常地可怕 你现在想跟他在一起 已经很难了 回复到过去和从前了 他愿意一次又一次地相信 你告诉他的这些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那是因为他还爱你 当他不爱你了 你就算解释一千遍一万遍 人家连看都不愿意看你一眼 谢谢 谢谢莎大老师 事实就是这么残忍 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相 其实真相的核心 来自于什么啊 姑娘 真相的核心就来自于 你想要的世界 和他所能给予的世界 是两个世界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 这里面有没有谁对谁错 不论其这 就莎大老师说的这个 就是很重要 不管男生还是女生 都非常非常重要 当你有一段稳定的 亲密关系之后 稍微注意一下 收敛一下 你面对诱惑 你要学会拒绝 我们能说的就是这样 面对两个曾经相爱的人 其中有人变了 不是人变了 而是他追求的方向变了 两个人不在同一方向了 我们是把两个人拽在一起 停留在原地 让一个人遵从于另一个人 还是选择分开 各奔前程 这个主意你们自己拿 好吗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路的世界 我真牛是因为毒气才走呢 因为你不小心我 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小心我 我也不知道 之前咱俩在一起的时候 在你心里我是什么样子 我就不知道我再次回来 他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信我 如果你不信了 或者说觉得我真像在场的老师说的这样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但是路还长 以后谁什么样 还会能看到 也许你离开这个舞台 我也会离开那个公司 我也不会再走 那个什么所谓的网红什么明星路 我也不会再去追求 我觉得没意义 好 表态了 翻译给你听啊 我愿意为你放弃一切 跟你回家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你让我找个工作我就找个工作 只要你相信我 曾经过去没有背叛过你 我还愿意回去 我听对了吗 我听对了啊 话我是烧到了 您自己看得怎么办呢 谢谢两位 请回 好了 电视机 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报名热线是 02 2360 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 可以打来电话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看看这两个年轻人 自己怎么选择 请开门 请开门 开门 跳舞 啊 嗯 嗯 得了得了回家过日子吧 来来来来 一 选择了就好好的 来接下来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年轻朋友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不会离开你 我也不会提前你 我从来都没有提前过你 好的 我相信你 别太多疑了 我不去公司了 我哪都不去 请两灯 请两灯 不哭了 不哭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回吧 再见